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朱元璋将皇位传给孙子朱允门最重要的原因是朱允门长得像朱雕 温和老是有教养 不像朱元璋自己一般粗人出身 朱允门不仅生性仁慈 也饱读诗书和儒家经典 这卧病在床的朱雕 也是无微不至的照顾 坐尽了人之孝岛 继位后 朱允门不负众望实行仁政 亏行孔子的儒家思想 聘用的老臣 多半都是儒家大师 并集中改革明朝历史遗留下来的诟病 藩王歌剧 朱允门出生牛犊不怕虎 敢于挑战皇亲国妻的权威 废诸王为平民 实行销班制 这才有了他最后的牺牲 这就是朱允门具有的品格 先天下人之不敢 挑战权贵 实行仁政 敦厚待民 在某些方面来说 朱棣的几个子孙里 真没几个 胜过他 完事不公 朱后赵明武宗朱后赵 是朱棣的第五代曾孙 他的爱好 就是玩乐和军事 军事上 他诛杀太监刘瑾 平定安化王之乱 御驾亲征带队 击败蒙古部落 朱后赵的军事成果 让他骄傲的自封 唯威武大将军诸首 展开全文 这是他的功 朱后赵确实有勇有才 不过 回顾他执政的这些年 确实过大于功 最大的过 就是他的第二个爱好 贪玩 朱后赵从小爱玩乐的个性 来源于他的八虎 八虎是陪伴他从小长大的八个亲信 其中为首的 就是他曾经挥刀斩人的刘瑾 九人之间称兄道弟 积攒了深厚的友谊 刘瑾也尽心竭力地为朱后赵服务 在朱后赵很小的时候 就打造了一个极乐世界 光中所有陈列制作的和外面即使一模一样 太监当老板 皇上做富商 专门供皇帝寻欢做的 因为爱好玩乐 朱后赵也深知自己无心专注皇位 所幸将所有的政务 要是全权交给内阁 大臣 这些内阁大臣军是政局有才华 为人刚正不遥之人 比如文明远娘的刘健 李东阳可见 朱后赵虽然爱玩 但他看人的眼光确实比较准确 无论如何 朱后赵当甩手掌柜的举措 在外人眼里就是不顾正义 大臣干了皇上的事 那皇上朱后赵做什么呢 他痴迷于军事作战 当时达达 瓦剌等蒙古部族 频频进犯大明边疆 朱后赵带兵出征支援英州 这场大战明军只伤亡五十多人 而蒙古大军三十年不敢再犯 如果不是朱后赵贪玩体验当渔夫的快感 他活在世上 应该算一个优秀出色的将军 朱后赵的任性玩乐 最终给后来的大明朝 造成了宦官专政的局面 重用小人朱祁镇朱弟 是朱祁镇的曾祖父 朱祁镇九岁继位后 连续担任明朝第六 第八任皇上 赤文明英宗和朱后赵截然相反 野心勃勃独爱政治 朱祁镇出身强暴婴儿 就被定为皇太子 少年天子继位后历经屠治 凭定陆川之意 凭着一股热血上场杀敌 却在瓦斯部落反击战中被俘虏 关押八年后 朱祁镇重夺江山 这就是有名的土木之变 明英宗能从瓦斯部落重新回归坐稳龙椅宝座 他思聊旧臣主动夺权就已经说明 此人对政治的野心昭然若宣扬 不同朱允文的人正治国 朱祁镇回归后重用坚定小人 听信谗言斩杀大忠臣于谦 以毛逆罪处死于谦推荐的文武百官 稳固了大河江山 英年早是朱长洛苦遥三十八年 三十八岁登基逝世 这位历史上英年早逝的就是明光宗朱长洛 朱长洛是个明朝历史上最不幸的皇帝 不但短短一个月就离开了皇位 而且还吹响了明朝走向衰落的深渊 朱长洛没有朱允文幸运 万历皇帝正值青春年华 巧遇太后宫殿里的鸭管王室 两人一见清晰眉目传情 之后便诞下了男婴 这个人就是朱长洛 朱长洛非正式出身 还是一个宫女低等身份的子嗣 即管都是皇子 可在紫禁城里少不了嘲讽和被打压 朱长洛能在二十岁当上太子 得益于李太后的干政和万历皇帝的被迫退出 才换来苦等二十年的太子头衔 幸运的是 这位太子心正隐忍 没有在政治斗争中倒下 而是一路隐忍到三十八岁 朱长洛的出身卑微 注定不受万历皇帝的待见 每日服案在东宫书案前埋头苦读 一心想着 有一天会出人头地 证明宫女生下的儿子不比正式差 万历四十八年1620 朱长洛等来的老皇帝驾崩 终于坐上了皇位 这位中年称帝的朱长洛 确实勤勤恳恳一心治国 不料吃下红丸的他 最终一病不起 这就是有名的红丸案 以上三名明朝皇帝 接为朱帝之后 但在笔者看来 大都不如朱隐文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